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相信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只新组装好的小时钟 放在了两个看起来 比较老旧的钟的中间 两个旧时钟 每天滴答滴答 一分一秒地走着 其中一个旧时钟 看见这个新来的新伙伴 便对他说 来吧 新来的你也该工作了 但是我有点担心 当你走完三千两百万次以后 恐怕你会体力无法复合 吃不消哦 这时新来的小钟一听到 三千两百万次 便吃惊地说 天啊 三千两百万次 要我做这么大的事 我一定是办不到的 办不到的 这是另一个旧时钟说话了 他说啊 小钟啊 你别听刚刚那个旧时钟 胡说八道 不用害怕 你只要每秒钟滴答摆一下就行了 小钟听到这样的说话 顿时半信半疑地说 天下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啊 接着说 如果这样 那我就试试看吧 于是小钟开始很轻松地 每秒钟滴答滴答地摆下 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 小钟顺利地摆了三千两百万次 小钟没有因为挑战太大感到惊恐 也没有因为挑战太大而放弃 他每一天的努力 每一天的认奋地滴答着走着 也没有半途而飞 而最后呢 他非但没有体力不支 还赢得了成功的喜悦 亲爱的朋友 你也期待完成你的梦想吗 每一个人都希望梦想成真 但成功似乎远在天边遥不可及 我们时常被倦怠感和不自信 使我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 而放弃努力 其实我们只要想着 今天我要做些什么 然后努力去完成 就像故事中的小时钟 每秒钟滴答百下 终究会经历成功的喜悦 圣经中的人物摩西 他的人生也充满了磨练与挑战 前四十年的人生 他学骗埃及一切的学问 更宝贵的是 他胸怀大志 要为神做大事 解救以色列同胞 又经过四十年困在旷野 所有雄心大志锐志 早就被磨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摩西前四十年在埃及皇宫的生涯 跟后面四十年黄沙一片的旷野 真是天壤这扁 然后就在这里孕育出 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代理秀 亲爱的朋友 摩西的一切的美德灵性 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塑造 以至于最后 摩西举张向天 天就降下马纳 他打磐石 磐石就出水 他手中的杖只向红海 红海就奔开 而这一切都源于摩西 持守在每一个日子 被但没有放弃 反而更加强韧地活出 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计划 今天你也在一个 努力坚持的过程吗 或许你还没有看到事情突破 但上帝要来鼓励你 当你选择不放弃 努力过好每一个今天 上帝不要祝福你 一步步向上提升 使你能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